嗨 蘇香 歡迎來到今天的棒球堅強時間 那今天這集的話是這個Battle Pass的介紹和開箱 那有些人會問為什麼這一次的Battle Pass這麼晚上 就等到剩兩天了才上 首先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這次的獎勵是沒有改變的 對 而且結論都差不多啊 所以我想說 就 沒有 這就是第二個問題 我忘記了 這次東西都長一樣啦 我就忘記了 我覺得有點普通 那就是之後的Battle Pass我可能還是就是會把它開起來 那一定有些人會問說為什麼要開起來 因為缺藥水啦 我是缺藥水才開的 裡面A水 然後A水不是A水是正常的 裡面有S水5冠加上SS水20冠 就這樣 開起來 好 那一定你還是會很想問我說要不要開 我覺得一樣是那套結論 有些人會覺得說8000鑽開這個東西有點浪費 那主要是看你 如果說你缺的東西裡面有給你的話 那我是覺得說你8000鑽還可以 因為有廣告700鑽 每週的加上每日的跟全雷達大賽的100鑽 那如果你真的都不缺 那我覺得你可以跳過拿來突破 界線刷技能都可以 主要都是都看個人需求啦 沒有所謂真的好或真的不好啦 除非東西真的出的很爛 那我是覺得差不多啦 尤其是有些人可能他無課 或者他沒有課這麼多錢 他可能鑽石很多 然後缺資金 可能像我這個樣子 我不知道這算不算缺資金 但是講真的 我的以我花錢的狀況來看的話 搞不好你現在今天8月29號錄的 你搞不好看到我8月29號的金幣跟鑽石量長這樣 你現在看到的時候可能9月15號 9月13號看到的時候全部都沒有了 就這樣 好然後A水LV15這個都沒有什麼問題啦 這個都是免費就有的 好010 好那加鑽石的就是有S水五罐 然後LV20這個我現在沒練什麼新卡 所以相對比較多 但是還是加減可以存一點 有時候看到像這次出的明星賽 像黃子鵬跟陳士鵬 好SS要水20罐 這我到時候拿去餵東西 然後傳奇金幣 這個都隨便 這個都隨便 那資金來源主要是這個 簽名二選一這個 如果你不急的話 也可以考慮不用這麼急的買 當然如果你要趁高價丟掉也是OK 就看你想要哪一種的 因為就最近的狀況來看的話 只要不要有一些很奇怪的卡包搞事 基本上都還是會回到原本的位置 看一下這樣子金幣 金幣這個我私下自己開開就好 這個就不用在影片裡面開了 這個EX我也是私下自己開就好 還是我的空間夠嗎 空間有100格嗎 沒有 那我就重點卡包開開就好 像這個60 這個我就私下自己開了 這個開出來東西就長 國家隊我開掉好了 國家隊有比較貴的 那明星隊這邊我私下開 所以等一下就是會開這個 然後傳奇加上下面的 國家隊跟籤卡 就是金幣比較多的啦 好這邊開下去 30包看有沒有辦法 中到兩張胡志偉就好 唉唷 第一個五包就出囉 可以啦 這樣隨便都過 不對 可能不會過 有兩張過線性 哇好像第二張開不到勒 怎麼沒有古靈啊 有啦一定有第二張啦一定有啦 好沒有算了 我自己再丟掉啊 這個講真的不太好賣 然後國家隊 國家隊五張 看有沒有劍仔啊 聽說很難開啊 好像真的沒有餒 還是有時候我會點 不是貴的 像這個一定是選貴的 這個差價太大 有時候我覺得差不多 1億以下的啊 什麼6500萬啊 7500萬那個我覺得差不多 我就亂點 好真的沒有啊 這個我覺得其實差不多啦 我就亂點 7.4億 好啦看一看看有沒有 一堆 反正有一堆比我高嘛 就看一下 大家可能會比較開心 7.4億 講真的成績蠻糟糕的 好牽卡 先開傳奇好了 傳奇沒有限制吧 應該是沒有限制 沒有27名 就是他給你的 94以上27名 所以後來出的卡片 是不是沒有在裡面啊 還是他的那個什麼 他的那個壞掉 算了管他的 有開到就開到 沒開到就算了 嗯 18億還行 就不是很好 反正金幣不是重點 我主要的是 我主要要的是藥水 好 兩張 這個二選一啊 會爆就會爆啦 像這個就大爆炸啊 新卡不太好賣 我寧願選舊卡 慢慢去賣 第二包 還行 蔡奇哲 這樣子 等他長回去 蔡奇哲的話 應該可以 長回去可以到40吧 然後 有60 還行啊 有60就好了 好 那主要就這樣子 這貝多佩斯啊 我是覺得說 你還是看你自己的需求啦 那如果獎勵有改的話 我就比較早上 這次真的是忘記了 他最近的活動真的太多了 我覺得 這個有點 暗掉了 他光有點暗掉了 好那今天就這樣 小開箱 就跟大家分享 好那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幫我喜歡 我們下集再見了 拜拜